大批共軍快速奔向戰鬥位置 火箭軍士兵在森林裡 移動調整火箭 共軍擠牙膏式公布軍演畫面 對台威嚇施壓 你們不要為台獨賣命 以武巨頭只有死路一條 戰鬥警報 23號晚間大陸持續公布 第一天軍演影片 24號上午共軍東部戰區 又公布了軍演模擬動畫 交代第二天軍演 包括軍機軍艦擾台路徑 強調進攻包圍封鎖台灣 還有多發虛擬飛彈 越過台灣海峽 命中台灣本島 但國防部監控 共軍機艦對接近台灣為24里 首日沒有發現發射實彈 一切台獨分裂勢力 都將在中國實現 完全統一的歷史大事面前 撞得頭破血流 發動大規模圍台軍演 陸方也加大內外宣傳 外交部對國際媒體表示 一切正當必要 對內則是在北京鬧區 對民眾播放軍演影片 這裡是北京的知名地標 世貿天街 有著亞洲最大的疫情一幕 而這一幕在中共 微臺軍演的第一晚播放 央視新聞聯播放送包圍台灣的 示意畫面 大部分民眾去接收信息的時候 他會有自己的一個判斷 但如果這個時候你的媒體 給一些指示給一些引爆的話 他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面對陸方以軍演威脅 台灣陸海空三軍也採取反制 空軍二十四號釋出影片能看到 官兵調整戰機掛上實彈 升空執行任務 另外P3C反潛機執行警戒攻擊任務 徵獲江島級護衛艦 旅揚三型飛彈驅逐艦 海警船多艘共艦畫面 這也是我方空軍首次公布 在空監控的視角 海軍部分則是派出雷達車 飛彈車以及班超越飛 康定正和基隆軍艦監控共軍軍艦 陸軍演片秀出軍武 強調以實力對抗威脅 捍衛民主自由國土 此外肯定國家公園內 也看到熊二熊三 各兩組飛彈車進駐 現場軍事官都實彈警戒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信任